你怎麼看這個臺北社 我倒覺得可以換一個角度來思考 蔣萬安是不是真的也怕 激起對立嗎 所以你怎麼看他的這個狀況 為什麼到現在都還是這種佛系的打法 民進黨都已經出招了 他居然是幫黃珊珊緩夾 說不用這個偏頗的批評 那另外就是說 在現在的民調看起來 當然這個感覺上彼此咬得蠻近的 所以你認為誰的後勢比較強 當然也有另外一個說法 說這三個人的這個拉不開的情況 可能會一直延續到選前 你怎麼看 我覺得剛剛佑琪講說 蔣萬安的打法是不是要避免對立 這個我老實講 我不這麼認為 你看這幾天國民黨的那些市議員 打黃珊珊打得可凶可猛的人 好像仇人一樣 所以我倒認為這個就會回到就是說 如果你的市議員 是用這樣的一個態度 那你蔣萬安 你是在辦一個兩面的手法嗎 還是是你沒辦法跟上這個節奏 所以你看到今天最新的 就是說他不小心被拍到說 因為怎麼司機確診 然後他去搭捷運 那你會看到他很刻意的擺拍子 告訴大家講說 對我就去搭了捷運 然後呢沒有下文了 連他的國民黨的誰誰誰 都沒有去follow這個 所以你會看到他對於整體的 疫情的操作 對議題的操作 還有整個選戰的tempo是很怪的 他的發言的黃子澤 比較像在選舉你知道嗎 東罵西罵東PCP 那蔣萬安本身 我們不是要選發言人 我們不是要選拜人當市長 我們是要選那一個要挑戰市長的人 你到底在這整體的上面 你的想法跟概念是什麼 所以我覺得蔣萬安 他現在遇到的狀況是 對於黃珊珊來講 當然他第一個 他現在是現任的副市長 他遲早有一天要遲 因為你看國民黨民進黨罵他罵成那樣 這兩天又在抓說 你是不是這個你有偷 利用市府資源去養民眾黨的人 所以行政資源這件事情 一方面對黃珊珊來講 可能很多人覺得說 他是一個可以用的東西 是他的優勢 但我認為那也是他的大包袱 因為人家現在去抓了 不是現在而已 你要再往前抓 所以你那之前的 有沒有用這種方式去塞 而且你可以看到查得很細 說你幾個人印名片 那個一個一個數字都出 所以對黃珊珊來講 那個也會成為他的包袱 那所有問題在哪 對於這個所謂反律陣營裡面 黃珊珊跟蔣萬安都在搶一個 叫做代表性 也就是他們都想要成為 一個反律陣營裡面 你要相信我黃珊珊 比蔣萬安來得更可靠 蔣萬安要證明說 我比黃珊珊更值得你信賴 這是一樣的嘛 那問題就來了 如果對陳時中來說 或對民進黨來講 在這個概念裡面 過去大家一直都講說 撒卡都撒卡都的時候 國民黨沒有贏過 但因為每一年狀況都不同 像上一次是因為這個這個 這個民進黨推出的人選的這個問題 然後再加上民進黨一直很詬病說 那次整個選舉裡面邊投票邊開票 導致這個棄保的提早發生 而且擴大發酵之外 那對於陳時中證明 如果今天民進黨評估說 臺北市在撒卡都的狀況下 國民黨不會贏的前提是 因為反律的陣營其實比較大 所以他被二分完了之後 他才會讓民進黨有勝的空間 這才是國民黨不會贏的前提嘛 所以對於民進黨來講很簡單 我就是分化你那一塊反律的那一邊 我讓你雙方都低 這時候你覺得民進黨 他要如果真要操作的時候 他要打獎還是打黃 所以民進黨罵黃珊珊 就表示黃珊珊沒有跟我們綠營比較好 而且你知道嗎 當他這樣罵的時候 當民進黨把炮口對向黃珊珊 你就知道黃珊珊好像比較能跟民進黨對抗 因為民進黨罵他的時候 黃珊珊一定要回嘛 這時候反律陣營的話語權跟代表權 會回到哪裡身上 民眾會覺得好像都是黃珊珊 黃珊好壞是一回事 被罵是一回事 但是你會看到他的主目標就出現 所以蔣萬安他的狀況就變成說 他在打一個寧靜選戰 什麼叫寧靜選戰你知道 他講的議題 他講的他其實有認真的想要拋東西 最沒有follow他的 就是國民黨那些市議員 他們只有蔣萬安被提名的時候 好像有我們有母雞了 然後呢母雞走母雞的 小雞玩自己的 這兩個禮拜不是這樣嗎 每一個臺北市議員都想盡辦法 蹭自己的聲量 哪一個想說我們跟蔣萬安站在一起 沒有嘛 所以我覺得這個選戰走到 走到現在為止就會變成是 綠營當然有一個空間 他需要慢慢走 什麼意思你知道 就是民進黨其實那時候 一開始的時候講說 如果民進黨人選定案之後 民進黨就會回流 這個是當時民進黨講法 但是陳時中確定要出現的 這件事情也不是一天兩天了 那有沒有成如民進黨的預算 預期講說大家就回來了 老實講幅度有限 就那麼小小的幾趴嘛 所以你說黃山掉個幾趴 陳時中掉個增加幾趴 如果這樣就叫做基本盤回流 那民進黨真的你要小心 你知道幾個不同的民調 看起來有一個比較大的共通點 是不管你喜不喜歡 那個民調 有將近三成左右 臺北市民到現在為止 看起來在這些民調裡面 沒有積極的表態 這是個危機啊 對政黨來講 對藍綠來講是個危機 對黃山來講他OK 為什麼 因為藍綠最驕傲的是 我在選戰有基本盤 但如果已經到選戰到這個程度 就大家都覺得不會再有 可能有個第四組或第五組 Anyway 但會不會大幅度的影響 老實講不太會了 就當已經到了這個程度了 那如果真的還有三成左右的臺北市民 這對這件事情是冷淡的 你選戰怎麼選 你怎麼激起你的人的熱情嘛 所以我覺得第一個 我看民進黨在這幾天裡面 我覺得他的選戰就定位 他開始把一些東西進去了 那進去之後 他就必須要激起那個熱潮 所以這第一件事情 要先把我剛剛講的 原先認為陳時中就定位完之後 綠營基本盤就會回去那個 看起來在這個禮拜沒有發生 那沒有發生怎麼辦 你自己的人收不攏的時候 你就不要去笑想說 我去拿那三成 所以你這一塊的時候 你就必須要做 那我覺得接下來可以觀察是 你看我們講的對不對 你覺得他會去打蔣萬安嗎 還是他其實對著是黃三三 因為很簡單 黃三三他有一個很大的一個照門事 陳如剛剛講的說 什麼敬老年金或者怎樣 老實講 我用一個最簡單的概念 如果現在臺北市政府說 我沒有排擠到其他預算 我想辦法伸租錢 請問過去七年為什麼沒辦法 這是民眾最基本的概念 你今天因為怎樣 那我也必須講 我剛剛為什麼強調七年 這七年裡面 市議會有多少人出來叫 對 也沒有嘛 大家都沒說話 今天選舉突然大家跳起來說 我告訴你不行 你要發的怎樣 好像這時候 過去七年也沒什麼意見 我近老年輕的時候 剛開始罵得很兇 後來就七年就沒有了 就停了 所以我就講說 北市府他現在必須要去面對的問題是 如果我就講那個最簡單的東西 如果你現在可以出來告訴我講說 你不排擠預算不去碰觸到其他你也不另外舉債 那請問過去錢在哪裡 為什麼你們找不出錢來 是你不願意不能還是不想 這有差別嘛 所以我覺得黃山他必須要扛的是這一段時間裡面 大家對於北市府的滿意 你OK 你可以承接 但是對北市府的不滿 你要承擔 你怎麼去說服這一塊 這沒辦法短暫切割 所以我那種黃山陣營裡面的戰術 就是要戰要打的 要幹嘛的 柯文哲很重要 因為柯文哲也要出來捍衛他的政績 所以他做了一個分工 那我們就回來看 綠營現在把這些 剛剛光晴姐提到的這種所謂的立委層級的 他要往上面發下去 把這些所謂的這個 你可以看到那個高度 把他進來的時候 那代表什麼 民進黨我認為他很認真的要打這張選戰 那蔣萬安呢 你今天還在偶遇 還在捕獲野生蔣萬安 然後沒有了 很刻意的擺拍 不會拉抬你的聲勢 我必須講臺北市民 我認為每一個市民 在看這個投票的行為之前 他還是會想知道 這個參選人跟我之間 到底有沒有那個連結 不代表你坐捷運 說我要接地氣 接地氣太簡單了 我坐捷運深入地下 有用嗎 他不太會有一個用處 所以我覺得選戰現在開始 我認為開始進入到白熱化了 那但是如果以目前這個狀況來講 黃山的那個兩層 如果他不能再往突破 他就必須要面對的一個 很現實的狀況是 如果國民黨徹頭徹尾 他醒了 他真正要打了 如果民進黨把對象對到 我把主戰場 也往蔣萬安那邊分的時候 黃山你這邊就會開始被削弱了